从小呢 我经常在节目里说 我从小受得苦 很苦 但是真的没有这次苦 我真的很抗饿 但是这次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没有离开国家很远 真的 每一次我跟老婆 还有我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真的 我很恋家的 但这一次呢 我真的感觉到非常的孤独 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 也没有祖国的味道 我就看到大使馆的人 最后我都亲得不得了 我说终于看到中国人了 这一段时光 是我们丛林兄弟陪着我度过的 真的像龙哥说的一样 每次我没有 每天都不能去厕所 我才知道我是一个 在女儿面前 或者在电视机面前 永远不会哭的人 我感觉我内心很强大 但是我错了 我没有那么强大 家 朋友 亲人对我真的很重要 这个节目我收获了很多 收获了我美好的童年 因为我的童年呢 没有玩具可玩 只有木头 还有泥巴陪着我 所以我找到了这种感觉 让我珍惜了很多东西 给了我很多美好的回忆 我将其他样的意味 我还会给你